大家好,我是TO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是一个爱用品分享 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这个环节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 那就先从皮肤养护类开始说起吧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是一个科研式的白泥面膜 这款白泥面膜是我之前就有种草过 但是一直不敢入手 有的人说用它之后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干 有的人也说它的清洁力非常的好 用了之后呢我觉得使用程度上面打四颗星吧 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刺痛 但是这种刺痛还蛮爽的 后来我查明使用它会刺痛是因为皮肤有严重缺水的情况 它里面的成分是含有什么燕麦粉 然后还有芦荟 就是对皮肤有修护 而且能够促进毛孔的堵塞呀 还有什么调节水油平衡等等 像我鼻子周围有一些黑头白头 用了它大概有三四次的样子吧 有减少的现象 但是不会说完全的就是清洁的非常干净 但是会比以前要好一些 一周大概用上两次 是能够做到对皮肤有一个基本清洁的作用的 因为我是混油皮 所以如果你的肤质是干皮的话 建议你还是可以在专柜问他们要一些小样 回来试上一两次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入手 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防晒霜 就是碧柔的这一款UV系列 它写的是Watery Isis防水的 我之前在爱用品里面推荐过安耐晒的防晒 我觉得跟它比起来呢 安耐晒会更油一些 可是安耐晒是真的晒不黑 而且我觉得它用在脸上会很安心 所以我用安耐晒来涂脸 用碧柔的这一支呢来涂身上 它的SPF是50加 然后PA4个加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碧柔这个牌子的防晒霜 因为我觉得它不管是任何款式的防晒 质地非常的轻盈 我觉得用它来涂身上也是可以能够评价替代安耐晒的一个产品吧 就是有点像乳霜 它的质地是非常好推开 哎我挤了有点多了 你看我挤了一手背 就这样子抹了几下之后 它完全化成水 完全不会有粘腻的厚重的感觉 这个闻起来香香的 就是有一股碧柔的味道 不要看它这么小一罐只有50克 但是我觉得它才还挺耐用的 我感觉里面还有大概大半罐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在找一款身体防晒 而且想要稍微评价一些的话 我很推荐这个碧柔的 大家可以照这个包装去找一下 我记得真的是70还是79块钱吧 我记得很棒 不心疼 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电子类产品 是我前几天买的一个鼠标 它就是来自小米这个品牌的一款蓝牙鼠标 我选的这个颜色是银色的 首先呢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这个外观 它很薄 和我的手掌比起来啊 就只有手心这么大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配色 包括设计大小都很合我意 正面是一个圆形的带一个混轮 然后背后呢 上面的这个圆形是一个开关键 然后包括有一个蓝牙的指示灯 下面这个圆盘呢 是一个装电池的地方 这里有个凹槽 把它拖开之后呢 这个有两节7号电池是嵌进去的 然后一个USB的插头 但是我觉得这个鼠标100分的话 我只能给80分 有10分是扣在了它这个 按键的声音上 有一点点的大 还有10分是因为个人原因要扣掉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不喜欢 手指摸到这种磨砂表层的这个声音 尤其是 用指甲抠它的话 我真的会崩溃 我真的拿我的手机来举例 手机的背后 尤其是有时候我不是带戒指吗 不小心拿手机的时候啊 会刮到这个手机上 哇塞 我那个鸡皮疙瘩就能起一身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用裸机 我只能带手机壳 如果有人跟我一样 不喜欢听这种声音的话 一定要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们以后就是姐妹了 所以这款鼠标 如果排除掉我个人的原因的话呢 我是给它打90分的 专卖店或者是官网上面看一下 好像也不贵 不到100块钱吧 99我记得 最后一个也是跟电脑周边有关系的 它就是一个电脑贴纸 因为我很喜欢大理石嘛 所以我就给电脑上面买了 这种大理石的贴纸 它是完全包边的 有正面 然后背面 还有里面的这个 还有键盘旁边这一圈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能够让我们的电脑更加个性化 还有呢就是保护电脑磕伤 第三个原因就是 像我这种不喜欢听到这种磨砂的声音的话 贴这个贴纸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我买的这家电脑贴膜呢 它这个走线非常的工整 像有的就是歪七扭八的 很劣质 你只要在贴之前 把它先这一部分镂空的地方取掉就好了 他们家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看的图案 星空啊 然后还有龟背叶 好像还有神奈川巨浪就是那种图案 我还打算再买一个黑色大理石的 这个好像也不贵五十多块钱 我会把我当时购买的这家贴纸链接放在评论里面 所以说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电脑换一个保护色的话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种电脑贴纸 我觉得是很好看可以换心情的一个东西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近期的好物分享 不知道有没有戳到你 那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 我是DO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